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历位记第44天 历位记21章1到24节 祭司的生活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 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 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 儿女 弟兄 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 才可以沾染自己 祭司既在民中为首 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 不可使头光秃 不可剔除胡须的周围 也不可用刀刀划身 要归神为圣 不可亵渎神的名 因为耶和华的伙计就是神的食物 是他们献的 所以他们要成为圣 不可娶妇 不可娶妻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 也不可娶被修的妇人为妻 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 所以你要使他成圣 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 你要以他为圣 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 祭司的女儿若行淫入墨自己 就入墨了父亲 必用火将他粉烧 在弟兄中做大祭司 头上倒了膏油 又承接圣植 穿了圣衣的 不可蓬头散发 也不可撕裂衣服 不可哀尽死尸 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 不可出圣所 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 因为神告犹的冠冕在他头上 我是耶和华 他要娶妇女为妻 寡妇或是被修的妇人 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 只可娶本名中的处女为妻 不可在名中入墨他的儿女 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说 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凡有残疾的都不可敬前来献他神的食物 因为凡有残疾的 无论是瞎眼的 瘸腿的 塌鼻子的 肢体有鱼的 折脚折手的 驼背的 矮挫的 眼睛有毛病的 长险的 长戒的 或是损坏肾子的 都不可敬前来 祭司亚伦的后裔 凡有残疾的都不可敬前来 将火迹献给耶和华 他有残疾不可敬前来献神的食物 神的食物 无论是圣的 至圣的 他都可以吃 但不可敬到慢子前 也不可就敬坛前 因为他有残疾 免得亵渎我的圣所 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 于是摩西小域亚伦和亚伦的子孙 并以色列众人 立位纪十九二十章 是在规范一般百姓的生活 二十一二十二章 则对祭司的生活和侍奉 有更进一步的规范 因为祭司是侍奉神的人 他的生活见证 有更大的影响力 所以必须遵行更严谨的规范与要求 基本上 圣经从祭司的尊荣 尊神为圣 与圣俗有别三个方面 来说明祭司的生活 首先第四节提到 祭司既在民中为首 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 这说明了 祭司是在民中为首 为属灵的领袖 既是属灵的领袖 他的一言一行都有示范的作用 所以神对祭司有更严谨的要求 例如不可以沾染死师的污秽 但也有例外 就是自己的至亲 可见神也顾念人的亲情 唯独大祭司例外 神对大祭司有更高的要求 因为大祭司是在祭司中为首的 此外 祭司要在神的面前主理献祭 也就是直接在神的面前侍奉 而神是全然圣洁的神 所以对祭司当然有更高的标准 因此有时候我们会听见传道人这样说 传道人也是人一样会软弱 此话固然不错 但是不可当作软弱的借口 因为神就是把传道人放在不一样的地位上 其次 祭司是归神为圣 这句话进一步说明了 祭司在神眼中不同的身份 既然以色列百姓早就已经是归神为圣了 显然祭司的归神为圣有更深的意义 因为他们是分别中的分别 拣选中的拣选 为要专心侍奉神 连摩西都要以他们为圣 因此 祭司的归神为圣 不只是他个人的认知 神也要以色列百姓如此认知 若百姓能够以祭司为圣 自然就会以神为圣 再者 十到十五节中讲到大祭司 大祭司比众祭司更尊荣 因为神的高游在他头上 这高游如同属灵的冠冕 冠冕就是荣耀的象征 神高游的冠冕更是荣耀中的荣耀 而且他们是穿着圣衣侍奉 因此 大祭司有两个必须留意之处 一个是仪容 不可蓬头散发 也不可撕裂衣服 另一个是婚姻 不可取不合宜的妇女为妻 因此 这里让我们看见大祭司的家庭 仪容 生活都是见证 若是与新约中做监督的条件比较 也是互相吻合的 亲爱的天父 求你让你的儿女们能羡慕做圣工 也让服侍你的人看中自己的职份 和做圣徒的榜样 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导读神的话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阿们 荣耀的天父啊 感谢你拣选了我 可以做你的子民 谢谢你帮助我 明白我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价值和意义 Yes 我是君尊的祭司 愿我在我的祷告敬拜中 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 能带来安慰和力量 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区分的 是被分别出来的 为要彰显你的美德和荣耀 阿们 主啊 你是圣洁的主 是我的王 你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 是属你的 主啊 我们何等的感恩 谢谢你赐下白白的救恩 不看我的过犯 赐下耶稣担当了我的罪 阿们 主是的 你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都是被你从万国万民万邦中所拣选的 是被分别为圣的 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求你使我们能够发挥属灵的权柄和能力 能够看见人的需要 去帮助恢复领人到你的面前 能够过圣洁的生活 能领受丰盛的祝福 阿们 主啊 我是属于你的子民 愿我在这世界上能被你用 并且我宣告我是世上的光 我是世上的盐 愿我们所处的世界能成为圣洁的国柱 帮助我宣扬 那招我出黑暗 录奇妙光明的美德 愿我可以成为你得救的见证 引人进入你的国度 阿们 主啊 谢谢你的爱与救恩临到我 让我在耶稣基督里有新的生命 可以胜过老旧我 重新为你而活 主啊 我要高举你的名 要宣扬你的名 和你奇妙的作为 阿们 主是的 你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我们宣扬那 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主啊 我们是属你的子民 是活在你圣洁国度中的 主啊 帮助我们 我们要去宣扬 宣扬你 宣扬你带领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 因为你就是那主耶稣基督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是得胜的 孩子们宣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